國民黨藍白這樣合作啊 然後在那邊胡說八道 然後硬要推國會擴權法案 其實從民調數字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個媒曉電子報的這個民調 一個月前跟一個月後 很明顯的看出 藍白在這個支持度上面 是明顯的往下滑 而且對民眾黨來說 最傷的其實就是他們的年輕選票 這個你看喔 4月22到5月21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支持度可以上下多少 非常的厲害啊 如果說在總支持度上面 他說這是問國民黨嘛 對不對 對國民黨嘛 反感飆升耶 從反感49.7一直到反感57.3啊 哇狂飆耶 反感狂飆7%多耶 7%耶 這已經超過國民黨教大家的統計誤差範圍了 所以反感確定上升是沒錯 對選舉要差1% 你就要必須要有大事件的時候 你差到7%耶 你還好 而且你看喔 台北市算是國民黨的本證嘛 對不對 大本營 反感49% 原來上個月喔 現在呢 反感已經到了56%啦 哎唷 動不掉啦 台北市民嘛動不掉啦 對不對 那接下來 高頻 這個韓國瑜的大本營 柯智恩的目標 反感本來47.4喔 已經蠻高的啦 快接近5成 一半 現在飆升到72%喔 哇哩咧 哎 接到電話 10通裡面有7通說我對國民黨反感啊 哇那柯智恩選什麼啊 那柯智恩要選什麼啊 你知道各位為什麼我們要看反感度喔 因為反感度很重要 通常台灣人因為很敦厚善良嘛 接到電話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你對悶咪人喔 你對什麼動 是好感還是反感 一般人可能 就算反感有時候 嗯還好啦 對不對 對對對對 比較溫溫溫溫 對 所以如果說他講說反感啦 就出事了 反感就是真的很討厭他 才會在電話 哎 接到電話你要講你討厭誰 這個是很明確就是 已經是討厭你了 而且反感就是真的不會投給你 不可能投給你的 好來 接下來更可怕的一個族群啦 中立選民好不好 因為國民黨永遠都對國民黨好感嘛 這邊看 中間選民 自稱中間選民的 本來有40%對國民黨反感 其實也不低了 哈哈哈 但是現在已經到50%啦 過 中間選民反感度 只要一個月的時間增加10% 所以傅崑琦民調專家 還在講說他是60%民意啊 但是要不要請傅崑琦民調專家看看 現在快要60%對你們反感了 他還警告賴清德 不要跟民意對感 結果 哦 傅崑琦可能都不看美麗島啦 哈哈哈 那可是其實TVBS這兩天也有民調 賴清德的支持度是過半以上的喔 就不知道傅崑琦到底是看哪一份民調 我知道有一個人一定會看美麗島 這個人就是柯P 因為柯P在選前曾經誇下海口嘛 說開票之後要看民調專家 通通沒穿褲子 所以他一定會去看民調 同樣4月22到5月21 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喔 對台灣民眾黨 他是大本營喔 20到29 沒錯吧 大本營吧 基本盤吧 反感度 本來只有25.2 這很正常 四分之一而已 結果呢 過了一個月的時間 反感度變成40% 如果你把這邊遮掉喔 你看到20到29 40%反感 他們還會說 哈 這一定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啦 台灣年輕人怎麼發 可就看 結果是自己耶 是台灣民眾黨 哇那怎麼是這樣子呢 接下來 民眾黨很愛講啊 精英 有讀書的都支持他 對不對 有讀書的都愛國昌老師 昨天怎麼會有100個法律學者 出來連署罵國昌老師 很多人都說法律學者是不是沒讀書 沒關係 過去呢 大學以上大概38.9%對民眾黨反感 現在呢 已經又升高到47.1%了 都一直在往上 快要接近50%了 非常的危險 阿貝 本陣失火啦 本陣失火啦 中間選民 好感度減少7.3% 反感度增在6.1% 一來一回是13%的差距啊 對耶 一來一回那個 絕對溫度是13%的差距啊 所以李正浩 哇 你看這個人 哎 又在挑撥離間啦 他在挑撥離間誰 他在挑撥離間 我們的柯P跟這個國昌老師 對不對 因為他說黃國昌田 富昆其田了 三個月 帶來十萬群眾上街頭 你說 十年前是馬英九號召的 現在也是黃國昌號召的 跟民眾黨三大本命區支持度寫崩 不愧是小黨的關燈人 光完世代力量 現在民眾黨 也快被黃國昌關了 這是李正浩 對於民眾黨的這個 對阿伯提出最大的提醒 對於民眾黨 就是